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5月24日 习近平统治这个国家 一手是硬 抓人 一手软 骗人 再来谈谈抓人 今天新华社有这方面报道 宗纪委网站报道更多 其中讲到了今年3月份开始 在反腐败协调小组 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小组 统一领导下 就光福建省 这个就做出了很大的一些举动 这个自2015年天网行动以来 说是从45个国家和地区追回 这个外逃人员562人 你看光一个省 包括党员和工作人员159人 红统30人 百名红统三人 这个纪念三月以来啊 加大了力度 曾经把这一个外逃了15年的红统人员 你想这时间够久啊 叫职务犯罪嫌疑人 叫蔡英 把他这个抓回来了啊 我估计应该是不是抓回来的 是劝回来的 施加压力啊 把他这个压解到了 压回到中国啊 这是网上有一个截图 这是蔡英 你看见没有 中共现在通过这些宣传啊 造成一个红色恐怖啊 就是说 长臂管辖 虽远必处 你虽然跑了 跑完 跑到天涯海角 没人再把你追回来 给你施加压力啊 这个或者是通过引渡 或者是这个逼你自己回来自首 一般情况下 引渡力很少 如果他逃到加拿大 美国啊 人家不配合 主要是 可能有一些逃到那些小国家 东南亚 泰国 马来西亚 这个新加坡 或者是越南 柬埔寨这样的地方 那肯定了 共产党手伸过去 一挠就挠回来了 那么有一些呢 就采取什么办法 远硬监视 施加压力 逼迫他 不得不回去啊 根据这篇文章的 讲的内容啊 说福建省啊 现在是什么呢 实现什么呢 这个成立了 这个最套的小组啊 在这个小组里边啊 这个 这个落实这个 这个 具体的案例啊 每一件都要有人 钻人的牵头啊 这个进行处理啊 那么这些部门 是由什么组织呢 省纪委啊 牵头啊 组织人士 公检法 外办啊 为成员单位 设立这个追逃办 加强统筹协调 对全省外套人员 进行大棋底 实行个案责任制 责任制 为什么福建这么多外套的 那就是因为这个反腐败 是选择性的 打击政敌 那么那些队地派 站错队的 一看形势不好 早上就跑了 说跑的非常多呀 那么这些得势的派系 像那个习家军这些人 那肯定呢 手里先大权在握 是吧 那么习近平非常重死 一声令下 下面这些人就千放百计的啊 拿出专人 设置这个专项经费 就开始行动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到 这个他们采取的 这样几个这个行动啊 叫什么呢 这个创新密网 阔网 拦网 围网 受网 无网联动机制 对23件重点案件挂牌读班 有力削减存量 有效遏制增量 2018年建委成立以来 全省追回外套人员 315名 那么这当中有党员 国家工作人员93名 红统15名 这个追回账款8.21亿 2019年以来 乌新增出逃境外的检查对象 外逃势头得到了有效遏制 的确是这样 因为他不断地抓呀 有些人不敢跑了 跑也没有用 对不对 跑还得抓回去 所以这个福建省 这个纪委监察委 追逃追赃 这个工作啊 现在取得了 用他们的话讲 取得了这个成效了 这个 过去叫什么 叫九龙之水 现在是下同一盘 大棋啊 说这个追逃工作啊 现在已经受到上级的 这个表扬啊 这里面讲了一些案子啊 其中有一个 2019年外逃人员 这个人员是做什么呢 叫乐县 党案局的副局长 一个县城的一个副局长 党案局有什么权力 也就副局长跑出去了 叫黄于昌 这个我想可能搞不好 这个人就是纯粹是一个 这个对立派啊 你想他这个县的党案局副局长 他能利用直选干什么 是不是 除非这个 这个党案局是不是 要建什么工程 要盖这个新的这个办公地址 如果这样的话啊 搞有机械项目 还能探点钱 不太清楚啊 这里讲在2013年1月 这个黄于昌外逃了 和说如同人间政法一样啊 没有讲到是逃到什么地方去了 说是三明市纪委 因为他归三明馆 大家想想三明的领导是谁 那不就蔡奇吗 蔡鸟吧 蔡鸟他在那工作时间久 就他下面的这个官员外逃了 经过大量的数据排查 在泉州 成功将黄于昌击武归案 这个就不清楚 是他逃到了泉州 在国内还是逃出境外了 文章没有写啊 说是这里讲了一个细节啊 我看是我是不相信 他说等抓到他的时候 黄于昌啊 就像一个流浪汉 说身上无数个破洞 就穿了衣服上都带些洞 你想现在哪有这样的人 你不管是逃到国内 还是在海外 再穷也得买件衣服 对不对 你就是不买件衣服 捡垃圾了 捡完整的 没有动的衣服 你看加拿大这个 你到那些旅游场所 去走一走 有的时候就可以看 有些人的衣服 也不知道是丢弃了 还是别人捡到了 就放到那个台子上 放到一个醒目里 让别人来拿 那衣服都很好 没有人动 就这邻居都有 附近就有衣服 可能别人掉了 也不怎么 就是那很好的衣服 你就可以放到一个 一个小树丛 挂着 挂一个月两个月 都没人懂 那很好的衣服 我从这走啊 我远远看 这个衣服要在国内的话 你想像这样流浪 还捡到串上 也不可能有大洞 是吧 这个篇文章明显是虚构的 就为了诋毁这个 这个黄局长 意思你外逃的下场就是这样 你看怎么 这篇文章怎么讲 他说 真不知道这个16年外逃 生活是怎么过来的 说回顾当初生活的故事 黄玉昌说 他这几年呢 就是干什么呢 16年来 捡破烂为神 我不相信 你下一个副局长 你再怎么 你逃到一个地方打工 也不能说 落魄到这个地步 捡破烂为神 这就是为了什么 为了警司那些 现在在位的官员 你别逃 逃了没有好下场 就共产党啊 这个欺骗是 有来一久 你看那个以前 我在国内看媒体报道 讲到这个 这个张国焘 说张国焘啊 晚年的时候 这个没钱 困难的 捉襟见舟的 家人也都不管的 最后自己在老年院里冻死了 说有一天晚上 那个杯子掉在地下 谁也不管 都活活动死了 就我来加拿大好多年了 到那个张国焘 牧学看了两次 也是好奇嘛 说看看什么样 后来看到了那个 当地很多的媒体 介绍这个张国焘 张国焘 儿子就三个 一个医生 有一个工程师 还有个教师 你想他这穷的三个儿子 医生在加拿大 还有钱的 是吧 医生在这里 医生收入 每个月都是几万块钱 甚至更高 根本不至于说 像他共产党描写那样 更不可能说 老年院里 没人盖背 我到老年院去 有个邻居 就是这个无儿无女 我给他送信 这些邻居帮忙 义务帮忙 一个星期到那个老年院去 他给他送那个 他加那些信 我就看那些老年人 照顾得非常好 怎么可能 这个 被子掉地 没人管 这共产党的宣传 共产党为什么这样宣传 就是说你背叛了共产党 没有好下场 冻死你 这个黄渔潮也是一样 因为你逃出去了 你抓回来了 现在官媒是有两个权利 一个是抓他有权 党管司法 诋毁你 诬蔑你 诽谤你 也有权 党管宣传 党什么都管 所以说就他嘴大 国内老百姓一看着 实在别逃了 也逃完以后 还有剪破烂 其实并非如此 一般逃出来的 据我所知 都过得很好 逃出贷那么多钱 都买大灾车 什么 牛的呢 是吧 当然了 他们这些回去那些 可能是做工作 施加压力 自己受不了了 逃完了 这情况很多 我也承认 有一些人 他的确是有犯罪行为 但是呢 他有犯罪行为 他也是对比派 他如果是在三明 属于那个 蔡奇那些 上的西家军 他也没事 是不是 这都是这样吧 那么这篇文章 还讲到了说 三明氏 通过一案一册 精准追回外逃人员 八个 就在蔡奇领导下 就八个人 要潜逃 潜逃时间 超过十年 有五个人 最久最久的逃了22年 逃了22年 你想 也都是习近平的领地 是吧 在习近平的英明领导下 这么多官员外逃 这说明什么 说你习近平比领导好 对不对 你别远别的 这篇文章很有意思 按照一案 以策 一专班的要求 福建省各级 纪委监察部门 精准制定追逃 追障策略 持续保持高压态势 然后呢 这次开展 职务犯罪 国际追逃 专项运动 2019年到2021年3月 全省共中 追毁万逃 外逃党员 干部63人 你看 这个福建省的力度 非常大 这里还讲到说 厦门金融装饰 设计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叫黄金山 说外逃漂泊了四年 2020年7月24号 投案自首了 说这是十个部门 同理合作 为了让这个黄金山 顺利的回国呀 建立绿色通道 还给他搞绿色通道 所有的工作 都以防疫为前提 这个确保万物一事 最后把这黄金山 这个抓回来了 也不知道黄金山 是什么有影响的人物 不过就是一个企业老板的 搞得这么隆重 十个部门 这充分体现 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就是什么 保持高压 态势 就是要抓人 没有什么道理可讲 这里还讲到了 另外一个 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 党委书记 叫 新雪 雪姆 估计这个可能 是一个国营企业 说他把他抓回来了 这个抓回来以后 追回了不少钱 根据这篇文章讲 还有一期案件 叫雪铁骏 也被抓回了 是福建省经济 和信息化委员会 副主任 这官不小 副听起 说他在境外买了房子 房产也被追回 被排卖 追回来了 追回非法所得 三千六百七十五万元 这个还属于个大老虎 这个案子 那么此外 他这个还报道了 很多案件 其中讲到 是一共 截止2021年3月 共有259人 主动 这个投案 所以这个福建省委 常委 纪委书记 监察委主任 叫李扬哲 非常高兴 这算是他做出了 一个成绩 就是什么呢 这个叫 追防病重 继续又防 推动了追逃 追赃工作的 取得成果 你可以看 中共治理这个国家 靠抓人 抓的是今天动敌 这是一篇消息 总结委网站刊登的 另一篇是发表在 这个法治网上 是讲什么 讲追逃 逃什么 全国范围内的 涉毒人员 说是从今年的2月5号 算起到现在为死 一共有914人 逃到境外的涉毒人员 被抓回来 你可见这是一场 开展了一场运动 中共治理这个国家 除了骗人 更需要抓人 那么今天海外 其他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